好啦 那么接下来 风筝割喉实验正式开始 关于风筝线 我们大概可以用棉线 防弹纤维线和尼龙线 这几种材质作为代表 而这些线材的区别之一 就在于拉力磅数 像是一般的棉线 拉力磅数大概四磅 可以承受两公斤重的拉力 12磅的钓鱼线 则可支撑五公斤重 至于防弹纤维线 则多慢在50到150磅间 甚至还可以高达1600磅 所以究竟这个风筝线的差异 是不是造成割喉的原因呢 马上来实验看看 Yes 小兵和漫漫一伙人 再度将风筝线 绑在道路的两端 模拟风筝段落时横跨路面 或是仍然有人拉扯风筝 持续提供风筝线拉力的情况 接着就只要让猪皮冬瓜 往风筝线冲刺 答案很快就可以接下咯 到底风筝割喉有没有可能啊 我们首先呢 就用我们这个拉力磅数呢 只有四磅的风筝棉线来试试看 不过呢 因为猪皮比人皮硬很多 所以我们事先就把猪皮泡软 这样才能比较符合人皮一点 可是这个不就是市面上 都看得到的缝衣线吗 要伤人不太可能吧 先不要瞎解了我们 还是得先做实验试试看才知道啊 对 所以呢我们现在就管安保 我们的猪皮冬瓜 以我们一般呢 道路所规定的 四五线大概时速五十公里 还有我们的风筝面线来做个大对决吧 小兵交给你了 猪皮实验开始 当猪皮冬瓜遇上拉力磅数 只有四磅的风筝棉线 会擦出什么样的风筝呢 对啊 嘿呀 风筝棉线果然脆弱 轻轻松松就被撞断了啊 不对吧 怎么连个棉线都会在猪皮上 至少出一道小小小小的擦痕呢 哇 没想到真的有痕迹耶 这一点痕迹算得了什么 不仔细看 你根本看不出来好不好 四磅的一个红一线 我这样先去拉就断掉了 那么代表这个车子的质量 乘上它的速度 其实这样动量是很大 所以这样的线 那些是我们姐妹们 帮它挡得住的 只不过在压线的时候 多少这个压力造成一些少差差 所谓的动量 就是物体质量和速度相乘的结果 因此当猪皮冬瓜撞到风筝线时 它的动量就等于整台车子的质量 乘上50公里的时速 以这么大的惯性来冲撞 仅仅四磅的线 棉线当然会挡不住而断裂了 不过即使如此 在撞击过程中 棉线仍然会在猪皮上施加压力 也才会有一点点的伤痕出现了 那么假如换上拉力磅数高的风筝线 伤害会更大吗 首先用12磅的钓鱼线进行测试 结果 我的妈呀 钓鱼线竟然在猪皮上喝出约0.1公分身 3长21公分的伤口 而磅数高达38磅的尼龙脚线 和80磅的防弹纤维线 当然也不会比较安全啦 同样在猪皮上留下9公分 和10公分长的伤口 但是奇怪咯 怎么尼龙脚线和防弹纤维线的 拉力明明比较大 伤口却反而比钓鱼线割出的浅啊 压力线度要看压力 那么这压线的深度 虽然说我们现在磅数比较高 但是刚刚的钓鱼线 因为它很细 所以那个压力比这个大 所以不完全看磅数 还要看拉接面机 老师那照你这样讲的话 我们这个150磅的防弹纤维线 还要试吗 我也不敢下定论 还是要做实验看看才知道 嗨 嗨呀呀 可见风筝线的拉力 再加上它施加在猪皮上的压力 还真的会造成一定的伤痕 那么轮到150磅的防弹纤维线 还有可能造成更严重的伤口吗 经过一连串的实验 我们发现 一般常见的风筝线 确实会割伤实验用的猪皮 没想到轮到拉力最高的 150磅防弹纤维线 猪皮竟然被直接连根拔起 飞出车歪 这结果实在是令人毛骨悚然呢 根据P等于M乘以V的工需 在相同质量下车速越快 撞击风筝线的动量也会越大 因此小冰河慢慢一会儿人 决定以80公里的高时速 直接挑战150磅的防弹纤维线 猪皮会变怎么样了 真的会不会整个裂开 裂开吗 我觉得会整个挖掉一大块 那我是你觉得呢 还是让数据来说话吧 是 可啊高速下的撞击果然惊人 瞬间就在猪皮上切出一道伤痕来了 而且伤口果然比之前的都还要更深呀 光看就下速软喽 快快快 来来来 赶快来看一下 是怎么样 伤口果然比较深耶 其实我们在刚刚车速比较快的时候 那么它陷进去所造成那个烧灼会比较严重 你看这边有些烧灼的痕迹嘛 所以说代表说车速比较快的时候 那应该影响会比较大呢 所以根据我们今天的实验 我们可以知道拉力磅速越高的风筝线啊 确实有可能造成这次骑士的危险耶 好可怕喔 而且速度越快呢 受伤会越严重 所以呢 我们就让这个棉线呢 斜跨在这个路面上 而且为了证实老师刚刚说的话 所以等一下呢 我们就要让我们的猪皮农瓜 平地这一条最容易犯的棉线开过去 看看结果会如何 感觉好可怕啊 滑到了滑到了 刚强这好痛 还没动 还没动 断了 断了断了 断了断了断了 断了断了断了 想不到呀想不到 只不过是沿着线开过去 细不隆隆的棉线 竟然就緩緩地陷入豬皮裡 切出了深達0.1公分的傷口 最可怕的是 棉線在豬皮上 長時間摩擦深熱的結果 竟然將豬皮都燒得焦黑了 Oh my God 想想這要是我們的脖子 這畫面會有多恐怖啊 太危了吧 不過是讓棉線滑動一下 就變這麼有殺傷力了 老師 這怎麼回事 這是因為我們的車子 並不是直接衝撞 我們的這條風箏線 而是沿著風箏線滑過去 所以線就不會很快斷掉 那這樣一來 就增加了豬皮和線接觸的時間 而且風箏線在豬皮上產生的滑動 就好比是拿著一大鋸子 迅速地在豬皮上鋸出一道傷口 或者類似 我們拿刀子切三分之十 用拉動的方式 遠比直接用得壓下去 跟濃味的漿下面是切斷哦 如果這個這麼容易斷的棉線 都可以造成這麼大的傷害的話 老師 如果換成這個一百五十磅的 防彈纖維線 那豈不是真的能把脖子給割斷嗎 好 說不定 我們拭目以待吧 OK 來 走 哦 可憐的豬皮 這次會傷成什麼樣子呢 觀眾朋友呀 你們看到美呀 在滑動過程中 一百五十磅的防彈纖維線 竟然一舉 割開厚零點五公分的豬皮 甚至連頂扣扣的冬瓜 也被切出 身達一公分的傷口 也就是說一百五十磅的線 可是足足製造出 身達1.55公分的傷口呢 天啊 天啊 醫生 那如果是我們人類 脖子上的傷口大概多深 就會造成生命危險呢 會牽涉到疙瘩的地方 我們可以看到正面圖 這就是脖子的一個區域 這上面有一塊硬的舌骨 底下有甲狀軟骨 所以這個地方會比較脆弱 這個地方就可能是 風針線切入的一個地方 是的 假如風針線 真的切入脖子的話 只要兩至三公分的深度 就可能會傷到氣管 而膳口若是三至四公分深 則極有可能切到頸洞脈和頸靜脈 造成大出血等有生命危險的傷害 哎呦 你看看 你看看 這個高拉力放速的風針線啊 不僅僅可以把這個豬皮 割破一個大洞 還可以把這個冬瓜割升一公分耶 所以啊 人家說啊 這個風針線可以 割紅 奪命 絕對是真的 對啊 所以大家放風針的時候 一定要非常注意啊 絕對要找到一個 非常夠安全的空曠場地 然後它避開像是馬路啊 或是電線車之類的 才能客開樂樂的放風針